呵呵,修长城有个鸡毛用啊,这就相当于,修了一圈铜墙铁壁,就是为了防几只老鼠,那成本耗费巨大,这肯定不划算呀。 这倒是没错,对于当下的大秦来说,匈奴根本就不敢跟大秦正面交手,可这帮匈奴崽子自从被驱赶到大漠之后,把原来的游牧民族全都征服,训练出了一只很为骁勇灵活的骑兵出来,经常袭绕侵略我大秦边关,这又该如何是好啊? 想要对付匈奴,那就绝对不能再用原来的战术,必须得坚持以游击打游击,他用骑兵搞你,你用骑兵搞他,这不就完了吗? 什么,以游击打游击,以骑兵打骑兵,不过具体要怎么操作你倒是说呀? 嗯,朕本想着以我大秦之骑兵横扫匈奴完成驱杀,但是奈何着匈奴的骑兵,似乎比起我大秦的骑兵更加优越一等,只怕是扑个空啊。 秦始皇果然是秦始皇,还是有点脑子的。 我特妈,什么叫有点脑子的?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,这匈奴的骑兵,的确是比起大秦的骑兵,更加有耐力,更灵活。 而且人家匈奴骑兵对草原大漠,可是比秦兵熟悉了万千倍啊。 不管是藏身还是脱身,人家都比你擅长吧,那你还追个鸡毛啊。 要想对付匈奴,肯定得用骑兵,但是却不是对着他们的骑兵猛打,你得对着他们跑不快的人打。 什么,对着他们跑不快的人打? 嗯,吓人啊,你说真要是派骑兵前往大漠,抓着匈奴大军,与其拼死一搏该当如何呀? 陈下不懂,若是如此的话,必能大胜吧。 好家伙,你还真的想要深入大漠,跟匈奴大军拼刺刀啊,只要你粮草供应不上,匈奴人就算好都能耗死你,所以说匈奴就像一块草地一样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既然不能将其完全消灭。 那与之作战首先该考虑的就是,该如何生存下去,大秦率领大军北上大漠,看上去是主动出击,但是贸然出击损害更大,要是万一被匈奴人给缠上了,或者是拖住了,那可就更糟糕了。 这后果你秦始皇可曾想过? 不错大军长驱直入深入大漠,那必须要面临的问题,就是粮草的供应,不管是截杀还是拖延,只要前方的将士得不到及时的粮草供应,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和影响。 不过想要打匈奴,那还真的不难,只要解决了粮草供应和骑兵的问题,灭屠觉岂不是轻轻松松? 什么?不难?难道这小子有何破解之策不成? 这供应阵线长,乃是距离大后方的距离远,你直接派个十万步兵,北上草原就地驻扎,看护粮草,这一下子不是缩短了几百里的路途吗? 而且有这十万大军守护粮草,匈奴人敢来吗?再拉着几个弩车摆好,别说匈奴了,方圆十里狗都不敢靠近,而大秦的几只骑兵,就围着军粮基地附近转悠,这样一来又有供应又能及时返回休息,匈奴人能奈我何? 哦,好家伙,这还真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良谋奇谋啊,而且在多舍挤出这样的军粮基地,对几只派出去的骑兵来说,既能就近提供粮草供应,而且还能及时回来修整简直就是一举多的呀。 不过,这也只能保证大秦的兵马北上之后,会立于不败之地,但是不败和大胜能一样吗? 既然粮食的隐患解决了,那么就可以放手一搏了,论骑兵的快慢,那肯定还是比匈奴兵慢上那么一些的,所以坚决不能够找匈奴兵打。 坚决不能够找匈奴兵去打,这是为何,我大秦大军北上不就是为了打对方的匈奴兵吗? 呵呵,柿子肯定要挑软的捏啊,匈奴人的要害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骑兵,而是他们的普通民众,毕竟这普通的民众,还有他们的马牛羊畜牧群,是整个匈奴的命根子,而这些人还有这些牲口,是绝对不可能比大秦的骑兵跑得更快的,只要将他们控制住,我大秦不就占据上风了,哪怕是一换一,对我大秦来说也没什么,但是匈奴总共的不重才百万不到,他们损失个二十万人,命都要没半截了,而且他们的骑兵主力要是消耗没了,那剩下的不就是任人宰� 这小子可真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至上瑰宝啊,他奶奶的都这个点了,怎么还不开饭,这中午皇宫该不会不给饭吃吧,早知道多在怀里塞两个面饼了,话说这秦始皇咋不吃饭啊,你赶紧吃完饭,我也好问问去,我们这些当侍卫的,几点开饭来着 哈哈,朕都没说自己饿呢,你竟然还想先吃饭了,也罢,来人,去催一下御膳房,让他们把午膳盛上来 太好了,等老板吃完饭,那就能轮到我们了 打工仔是真的辛苦啊,人家坐着我站着,人家吃着我看着,不行,明天本家说什么也得带两张饼,这样还能偷偷摸摸的甜甜肚子 吓人啊,与朕做个伴,一起吃个午饭吧 卧槽啊,真的假的,秦始皇要我一起吃饭,万一我吃相不怎么地,秦始皇再把我给惩处了怎么办 臣下岂敢,臣下怕是影响了陛下用善的心情 哼,让你吃就吃,不要抗命,吓人啊,不必过分拘谨,此乃宫廷御厨所致,味道当时不错,你若是喜欢的话就多吃点 臣下多谢陛下隆恩,这他妈是啥啊,看着怎么这么像烤肉,可这颜色有点不太对吧 这宫廷的御厨怕是蓝翔毕业的吧,竟然不改几刀,这外面都烤糊了,里面只怕是半生不熟的 改刀,什么是改刀,这下人竟然还敢说,自己的厨艺比镇的宫廷御厨还要更胜一筹 他怕是太自以为是了吧 这特么是什么玩意,怎么一点口味都没有,知道你大秦没有多少调料,但是也不至于穷酸到这地步吧 这你码的就是羊肉沾盐水,然后烤出来的吧,特凉的,就这还是秦始皇的御膳,这简直就是猪食啊 你敢说朕吃的是猪食,你简直在放屁 陛下是不是臣得吃样不佳,影响到了陛下的性质 特么的,我不就是把没味道的东西吐了出来吗,至于这么生气吗 今日的烤肉,喊不合胃口,是不是因为你在这里的缘故 卧槽,你这烤肉味道不好,关我鸡毛事,咋地,我的长相还影响你胃口了事吧